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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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燕国第一处国都所在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 琉璃河遗址的发现 填补了古燕国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这段史书上显有记载被岁月尘封了许久的历史 在考古人员的指尖再度苏醒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西州燕都遗址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1995年 在琉璃河遗址的原址上建成的 这个博物馆展示了一百多件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文物展品 原址保留下来的两座墓葬 还有两座车马坑 车邻里马逍逍让我们搭乘这架跨越石棍的车马 去感受燕国三千多年前的历史风貌 琉璃河西州燕都遗址 包括董家林 琉璃殿 黄土坡 回城 丽教 庄头 六个自然村 面积5.25平方千米 是一个包括城址 城外墓葬区 及其他遗迹在内的大型遗址 西州燕都遗址博物馆 就坐落于遗址的东城墙外 墓葬区之上 正是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这一座遗址 有一个人叫吴良才 他到北京琉璃河水泥场去谈业务 在这个过程中 他路过了琉璃河遗址 他就捡了一些陶片 拿到北京以后 找了北平研究院的苏炳青先生 苏炳青一看 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西州时期的 这样后来就有周恒他们就带着到这里来 又派了几个学生 一起来调查 就发现了这个地点 1973年春 一直由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房山县文教局共同组成的联合考古工作队 进驻琉璃河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 这一次 考古队员将曾出土过青铜礼器的 黄土坡村附近 作为重点发掘区域 这处神秘的遗址 终于开始向世人露出真容 经过大规模的钻探勘查 截至1975年度 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 178座墓葬及车马坑 商周时期 北京地区远离中原腹地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被埋葬在这里 为了寻找答案 考古队员对其中的一批墓葬进行了发掘 很快 在编号为M52号的墓葬中 考古队员有了重大发现 M52号墓葬长4.3米 宽2.2米 是商周时期标准的数学土坑木 小心向下清理 还没等到随葬器物出土 考古队员就在墓室南部二层台上 发现了一具头骨已经碎裂的人骨 经鉴定 这一具人骨 是一个仅有12岁左右的男性少年 这会是谁呢 它为何会被人敲碎头骨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 在商周时期的土坑木中 棺果大多摆放在墓室中央 因此考古队员判断 出现在二层台的人骨 应该不是墓主本人的尸骸 就商周时期吧 他这些个权贵们 他家里他很富有 气气成群 还有好多奴婢 他们他主人死了以后 他有一种习俗 就是要让一些人跟他一块走 在另外一个世界去伺候他 所以在当时很盛行 在商代和西州 我们都发现有 琉璃河也发现有 商代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一般的大墓里 他可以在几十三百的 都可以寻藏的 那你包括相当一部分是奴隶 这个等级越高 他用的人就越多 信任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为之一振 因为这代表着M52 很可能是一座贵族墓葬 继续向下清理 考古队员在墓葬的底部 发现了一关二果 经过两三千年岁月的侵袭 官果已经腐朽消失 考古队员一直期待的海骨 也没有出现 此时对这座墓葬的发掘 已经到达了底部 这种情况令考古队员 十分疑惑 难道墓葬已经被盗 考古队员仔细回忆了 整个发掘过程 其中并没有发现 任何盗墓贼留下的痕迹 那么为何驯人的尸骨 仍在墓葬的二层台上 墓主人的尸骸却不翼而飞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跟他们这个土壤的 接触密切程度是有关系的 你知道这个墓主人下葬 他是在官果里边比较封闭 长期一堂土壤是隔绝的 但这个寻葬的 裹着席子下葬 一层席子就下葬了 长期的以土壤接住 同时还能吸收 它流失的一些矿物质 所以它就能保存下来 死后精心准备 官果下葬的墓主 依然抵不过岁月的流逝 反而旁边草草炼葬的训人 却在三千年后 得以重见天狱 结果令人唏嘘 在解决了M52号墓主人尸骨的谜题后 考古队员开始清理随葬器物 与此同时 在墓葬南侧 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这个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 这是西州时期一个车马坑 车马坑是作为当时贵州的陪葬墓 在墓地里头出现的 那么这个本身它是几匹马 几辆车是代表它的身份的 像这个是一个车四匹马 所谓四马难追 就是讲的就是四匹马 是跑得很快很快的 这个车是整车是木车 给它整车埋在里头的 四匹马的码头 这个朝向什么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摆得挺好的 车马坑 用于掩埋陪葬用的马车 多建于商州至秦汉时期的 高等级墓葬中 按照墓葬等级的高低 古人会在坑内放置数量不等的 陪葬用马车和马匹 根据文献记载 结合考古发现 西州中晚期社会逐渐形成 天子驾六 诸侯驾五的理智 虽然M52断代为西州早期 但这位牧主人可以拥有 四马一车陪葬 考古队员推测 他的身份非富即贵 训人和车马坑的接连发现 让考古队员对M52号墓葬的 后续发掘充满期待 几天的辛苦过后 在M52观果之间 考古队员清理出一组青铜礼器 顶 尊 绝 利 这成为琉璃和遗址考古工作的 一次重大突破 上周时期 为维护统治秩序 统治者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一些用于祭祀和燕影的器物 被赋予某种特殊意义 成为礼制的体现 这就是所谓的藏礼渔器 西州初期 礼乐制度刚刚完善 此时能够以青铜礼器随葬的 无一不是高等级贵族 M52号墓葬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 印证了考古队员 对物主人身份的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在部分青铜礼器上发现了名文 咽喉赏父 炯依 臣妾 贝 用作父仪 宝尊仪 这行名文出自M52出土的青铜父尊上 记录了一位咽喉赏给一个叫父的人 免依 臣妾和贝的事情 同初的父顶也记载了父受到咽喉的赏赐 只是名文省略了咽喉的咽 在实际这本记里头就记到五王发作以后 在分封诸侯 分封的对象主要是他同中青和一些工程模式 这个分封里头就包括有个宴 这个宴侯 当时记者记得是少公司封在咽 这个地方实际上当时记录下来以后 大概将近一千多年 始终就没搞清楚这个咽在什么地方 所以北京是不是咽一直是不清楚的 就是咽喉是不是封在北京是不清楚的 那么这次在琉璃河发掘的时候 出土了好多咽喉的名文 所以跟咽就联系起来了 通过这些名文 考古队员推断 M52号墓葬的主人应该就是父 古时 咽 通咽 而名文中提到的咽喉 很可能是西州初期 咽国的某位国君 公元前1046年 原本弱小的姬姓周围 战胜了强大的商朝 成为中原大帝新的统治者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 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 周五王选择了丰邦建国 以帆平州的分封治 据史记 燕少公释家记载 少公释 与周同姓 姓姬氏 周五王之灭咒 封少公与北燕 在分封治达到顶峰的西州 五王 陈王两代君主 不仅继承了下商遗留的 数千诸侯国 还分封了71个国家 其中 少公就被封于燕 此后 燕国历经超过40任国君 800多个春秋 直至公元前222年 燕王喜被秦国俘虏 燕国灭亡 那么 M52的墓主人傅 和燕猴有何关系 燕猴为何会赏赐于他 琉璃河遗址中的这片墓葬群 又和古燕国有着怎样的联系 截至1974年秋 考古队员共发掘西州墓葬29座 车马坑两座 出土了一大批 带咽喉名文的西州早期青铜礼器 发掘者开始把这一处遗址 和西州初年的燕国联系起来 这是琉璃河遗址 M253出土的一件 羽方顶 设计巧妙 造型雄魂凝重 方顶器盖 为一个浅盘形状的 圆角长方形盒盖 盖顶上有凹字形把手 如果将盖倒放在地上 也可用来盛放食物 盖的边缘装饰着 对称的单手双身龙纹 纹饰与饕铁纹相似 龙灵龙爪清晰可见 顶上名文记载了西州时期 一个名叫羽的贵族 获得了咽喉赏赐的被避 感到十分荣耀 因此筑铜顶来纪念这一殊荣 幽鬼出土于流利河遗址 M53号目 通高28.5厘米 重4.21千克 鬼是上周时期 比较常见的祭祀用器 但这件幽鬼 以相手 相鼻构成双耳 造型颇为罕见 幽鬼气概与腹部 均装饰炫美华丽的 代官凤鸟纹 凤鸟回首 长官极翅 向前翻卷极地 形成环状 下射三立虎形组 虎座后腿直立状 两爪与尾形成支撑 悬托鬼身 气盖内壁与气底 著有相同名闻 记述了贵族 幽 受咽喉赏赐 三棚被毙 驻鬼为念 为进一步弄清 遗址性质 考古队决定 发掘202号大墓 M202号墓上 位于墓地最南端 在此前砖探中得知 M202号墓南北 各有一条墓道 全长30米 墓室宽5米 这是一座中字型大墓 从表面看 墓道可以在下葬时 方便运送弯谷 但实际上 它却是墓主人 身份地位的直接体现 发掘现场 往南600余千米 山西省林坟市区卧县 一座山西境内 规模最大的遗址博物馆 威然矗立 它直接以靖国命名 馆内展示并保护着 19座靖国超级大墓 它们的主人 包括了整个西州时期的 九代靖侯和十位靖侯夫人 其中九座靖侯大墓中 都配置有墓道 难道琉璃河遗址的 这座中字型 配有墓道的墓葬主人 会是燕国的某代国君 这个推测 令在场的考古队员 感到兴奋不已 继续向下清理 在距离地表9米多的位置 他们发现了墓果顶板 挤二层台 但眼前的状况 让考古队员觉得心灰意冷 这个墓是倒的 正常在墓室中部 从一个倒洞 一直打到了这个果盖板 果盖板也遭到了破坏 里边的出土器物 也几乎被倒结一空了 但是在这个墓的旁边 发现了它的车马坑 这个车马坑 一共是埋了42匹马 14辆车 一共分了4台进行埋葬 这个车马坑里面 还发现出了6个散盖 马底的车辆散盖就出现了 发觉说明这个墓的级别 也是相当高的 考古工作就是这样 遗憾和惊喜随时都会发生 现场发觉仍在继续 考古队员又清理出几座 未经倒扰的墓葬 出土了大量青铜底气 当这些器物被逐一从泥土中 取出 清洗 修复 它们似乎从3000年的 沉睡中苏醒 展露出曾经的风姿 为了展示中国古代 青铜器艺术的辉煌成就 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发行了一套 以西州青铜器为图案的 特种邮票 全套共八枚 其中第二枚 就是出土于流利河遗址的 博取粒 博取粒 气身 气盖 盖钮 皆采用牛面为纹饰 气身上 牛稳步内收 而鹅步前倾 做斗牛状 牛面有鼓起的牛鼻 如同龄般的巨木 两只粗状 两只粗状的牛角向上方翘起 与相邻的牛角两两相对 给气武 平添了几分森严的气势 博取粒的盖钮 由两个牛头 背向组成 盖上四只牛角 稍稍翘出气耳上方 使气盖中部自然下陷 立体雕刻的双牛盖钮 在凹陷处突然竖起 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 那么这件气武 它是很有意思的 它是用牛的这个 用写实的手法 做的牛的这样一个形状 是一个很比较少见的 青东西上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是花纹带 是几何形状的这种 所以有所谓的寿命纹带 或者是鸟纹带 这个都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当时有这么个 七个牛头的形象 这个说实在留给我们 很好的去一个想象的空间吧 博举力 盖内及器物内壁上 著有相同的十五字明纹 明纹记述了在雾尘这一天 咽喉赏赐贵族博举一些被 博举用这些被 为父亲铸造了这一件宝器 这一件青铜重器设计水平高超 造型奇特 气魄雄魂 在目前已知的 商周青铜力中直子一见 代表了英国青铜文化的 最高水平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 首都博物馆 当年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 部分器物被放在这里 进行集中展示 现在我们就走进 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片展厅 那么在251号大墓 我们还发现了一件 北京市最大的顶 最重的 它叫什么 叫锦顶 那么这一件锦顶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 这件锦顶 通高62厘米 重41.5千克 口微脸 骨腹 受提形足 两耳外侧 各式有一组 两头相对的龙纹 口颜下方 装饰一周 以非棱为笔的 六组寿面纹 三足根部 各装饰一组寿面纹 井顶顶部内壁 著有四行 二十六字名纹 讲述了这尊顶的来历 咽喉派名为井的大臣 前往宗舟为父亲 少公太保贡献食物 在更生之日 太保念井的辛劳 赏赐给他被弊 井用这些被弊 做了用来纪念太子鬼的宝尊顶 这尊巨大的铜顶 彰显了西周初期 高超的铸造工艺 二十六字名文 更是为研究古燕国 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个太保是谁呢 就是少公司 也就是史记 周本记里讲的是 燕国分封的第一代燕猴 他在中州 因为他是等于是官 主要的官是在那边 所以他经常在那边上班 那么燕猴实际上是 当时这是第二代燕猴 应该是燕猴子 这个人就派这个井 去给太保去送东西去 所以这个例子说明的 就是说太保和这个燕猴 有一段时间是两人分开的 但是这件同意很重要的 就把燕太保和第二代燕猴 之间的关系给说清楚 历经三千多年漫长的岁月 即便是如此重要的燕国 其早期的历史 也几乎被完全淹灭 从少宫封燕 到燕惠猴继位 历时近二百年 而在史记 燕少宫世家中 却被简短的记述为 自少宫以下九世至惠猴 西周早期燕国国都的位置 九位燕猴的名字 甚至燕国的疆域范围 长久以来 一直是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 直到北京琉璃河遗址的发现 这些千古谜题 才迎来解决的契机 通过研究遗址出土的多箭 带有咽喉名文的青筒器 考古队员判断 眼前的墓葬区 应该是西周早期咽喉的家族物地 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 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看出 诸侯墓地不会远离国都 出于对祖先的崇拜 古人习惯把逝者 安葬在城市附近 个别拥有特权的大贵族 甚至被葬在了城市之内 发现近侯墓地时 学术界之所以 不再置疑近都的位置 也是处于这样一个故事 如果说琉璃河遗址的 这一片墓葬区 是咽喉家族的墓地 那么西周早期咽喉的国都 也会在琉璃河遗址吗 为了对整处遗址有更深入的了解 1981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再次来到琉璃河遗址 本次发掘的地点 考古队选在京广铁路东侧 黄土坡村西北的一片空地上 按照规划 发掘工作由南向北推进 为布使墓号 与以前发掘的墓葬编号重复 这次发掘的墓葬编号 从1001开始 从1981年到1986年 整整五年的时间 考古队员共清理 213座西周墓葬 出土大量随葬器物 其中 M1193号大墓的发现 为考古队员判断 琉璃河遗址的性质 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 M1193号大墓 位于黄土坡村墓地的西南角 这是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 大型墓葬 墓口南北 长7.68米 宽5米左右 四条墓道分裂墓葬四角 这样形制和规模的大墓 在此前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中 从未出现过 考古队员判断 M1193号大墓 很可能是遗址区 等级最高的某位咽喉物葬 但是 当清理完一米多厚的地层堆积后 一个硕大的盗洞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又一个大墓被盗物者截足先登 痛心疾首的同时 现场的考古队员决定 继续向下发掘 因为即使墓葬被盗 也有可能留下一些陪葬的器物 或许这些器物 对于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有所帮助 就后来很有意思 等到那天 揭开以后一看 有两件同情 我这个大喜果 就非常高兴 当时摇了一摇里头还有水呢 光着光着我们会不会有酒啊 所以这样呢就是送到了锁里头 有技术是给它去秀以后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分析 最后发现这个水还是不是酒 但是呢 四篇明文出来了 我这个特别高兴 M1193号大墓中 幸存的这两件青铜器 根据明文被命名为 克河 克雷 克河 形状类似现代的茶壶 是古代用于盛水或盛酒的器物 这种器型出现于商代早期 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 克河的钙源和颈部纹饰 均以飞棱为中心 左右对称的两对鸟纹 长尾飘逸 克河盖内及气口内侧 各著有名文六行四十三字 克雷也是古代用于盛水或盛酒的器物 建于商代晚期 流行至春秋时期 数量不多 这一件克雷通高三十二点七厘米 肩上是由六个凸起的圆窝纹 辅瘦手 闲环双耳 气盖和气口内壁 同样著有四十三字明文 这两件青铜器最终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堪称国宝 而这两件器物上完全相同的四十三字明文 则成为解开三千多年前历史谜团的关键钥匙 这篇明文很重要是因为它这个内容 记住了周王封宴这样一个事实 就周王跟太宝对话 就说你这个人很贤明 对周王是很忠诚 我为了搭对你对周王的忠诚 我现在派你到燕国去当燕侯 他记得了这是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个 和这个史记周本记里的内容 就一致起来了 根据《命克侯于燕》这句名文 考古队员推断 当年来到燕国旧风的 并不是少公 而是少公的长子克 M1193号墓葬 就是燕侯克的墓葬 而流利河遗址就是西州燕国的史风地 同时考古队员确认 这一处遗址是北京辖区内最早的古城 从而将北京的城市史提前到三千多年前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 在这个城市里边就既发现了这个宫殿区 还有一些祭祀区 还有这个手工的作坊区 还有这个平民居住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淘水管 还有那个板瓦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边的宫殿的建筑上用的东西 说有这么大的板瓦 还有这么这个淘水管出现的 说明这个燕国这个宫殿建筑 还是有一定规模的 这个1995年 就是北京大街李博谦先生 写了一篇《北京房山董家连古城年代及相关问题》的文章 就认为这个城就是周初周轮始建 也就是燕国都城是封地 从此以后 琉璃河商州遗址 就是改名为琉璃河西州燕都遗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怎样一幅反射突击 这一个个千古谜团 只能等待考古队员去破解